阿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阿嘎TV,我是阿嘎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個知識 就是說今天這支手機你用了一年下來 你覺得他需要付出不少的電在充這支手機上面 這個金額可能是會讓你非常非常驚嚇的 有些人的手機很快就需要充一次電 有些人的手機可能久久才要充一次電 那這都不管,有些人很需要很快就充一次電 原因可能是因為他的手機的這個好安排比較小 那今天我們就是公正一點用iPhone 6s 這個電池去做一個計算 他大概是2500多毫安培吧 iPhone 6s Plus 這樣子 他可能是2000多毫安培的 那我們當然就是一天就是耗盡一顆電池去做計算 那這樣一天耗盡一顆電池去算一整年 他其實不需要超過五度電 在台灣比較平常的一度電的金額大概就是三塊錢 我們算三塊錢好了 其實一整年下來一天用一顆電池的話 可能他就是所需要的金額 充電金額不需要超過十塊 這金額有沒有讓你非常非常的驚嚇呢 我一直覺得充電這種東西可能是在一個貴到不會的金額 就是在普通的金額 可是15塊錢有沒有讓你非常驚訝 在影片下方分享你的想法吧 如果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跟訂閱喔 希望在下一部影片中也可以看到你 掰掰